东家有悬跟机不用 用挖机来跟田 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快快快 兄弟们 刚刚接到东家的电话 说他的车子先住了 跑不动了 让我们拖到挖机啊 去帮他救援一下 刚好我们挖机今天有空 停在家里面 我们接到电话 就第一时间把挖机拖过来了 我们到了目的地 原来是东家的这个拖拉机 先到这个田里面的 开不出来了 这个拖拉机 就是前段时间开到河里面 打窝的那个拖拉机 东家在本地包了200多亩的农田 准备把这个田包过来啊 种水稻 眼看要到种植水稻的季节 东家就打算把拖拉机 开到这田里面来 把这200多亩的农田 全部给他更一遍 没想到这个拖拉机 刚开到田里面来 一圈还没有走完 然后拖拉机修现住了 然后就紧急跟我们打电话 让我们来给他救援一下 这个田是刚改好的 这个淤泥特别的多 反正这种刚改好的田 头两年种植都老颗童 不光拖拉机会现车 包括我们挖机走在里面 感觉都有一点走不动 也有一点现车 包括后期收割机来的时候啊 肯定也会现车的 此刻我们把拖拉机 已经救援到外面来了 这个人子看着没有现住 但是呢 一直打空算 开不动 然后啊 我们就一直把它带到路边来了 把拖拉机救援上来了之后 我下来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拖拉机后面的这个悬根机 设计的有点矮了 只要这个人子往下面陷了一点 然后这个悬根机就会掉到这个田里面去 被这个土抵住了 所以就导致走不动了 拖拉机开走了之后 东家让我们把田里面的这个印子 给他扫一扫扫平 我以为把这个田收完了 就可以下班了 没想到啊 这个田还没收完 东家又跟我们打电话 说他拖拉机啊 在这里卡住了 现在往前面走也走不了 往后面退也退不了了 我们只有又把挖机开过来 再来帮他救援一下 这个坎子修的有点高 下去的这个路修的有点陡 就导致这个车子在这里卡住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坎子 给他挖低一点 重新给他修了一条路 这样啊 拖拉机就轻松的开进去了 用悬根机跟田 确实是很快 一天的话 大概能打个几十蒙 但是这个田现车就老口同了 这个田还是干田 前面那个角落啊 有点现车 然后啊 东家就把车子往后面退了一下 就重新找了一个地方开过去 东家总共包了两百多蒙的农田 正常情况下 用拖拉机来跟的话 大概啊 也就是几天时间 就能把这两百蒙全部跟完 但是现在很多田就现车 拖拉机进不去 现在东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急着跳 过完五一 到时候啊就可以开始种植水稻了 但是这个田都还没打整出来 到时候怎么种呢 搞种植业讲究的就是一个季节 过了这个季节啊 种植下去的东西啊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收成的 所以东家特别的急 然后我就给东家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在我们挖斗上面焊了一个钉耙 用挖机去耕田 这个钉耙设计的是两米五长 这个钉尺啊设计的是十八公分 本身最开始东家的意思就让我们挖机直接去帮他耕田 但是这样效益很慢 然后啊就给东家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在我们挖斗上面焊了一个钉耙 这样一个斗的宽度一下子就变成三个斗的宽度 这样效益肯定会快很多 我也是第一次开着挖机去耕田 然后啊也很迫不及待的看看这样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就把挖机直接开到这个田里面来试一试 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测试了一下 如果不限车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能跟一蒙左右 如果限车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这样的速度抵得上几个人工来耕田 但是和旋耕机比起来的话那就慢很多了 旋耕机打的深度大概在20公分左右 然后东家就让我们把这个表面上啊 只打个十几公分 到时候擦秧擦得稳就行了 东家还有一点不死心 说我们挖机在边上耕田 他也开着拖垃圾啊去耕田 说限住了呀 就让我们挖机帮他拖一下 能耕一点试一点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田刚下去就在路口就限住了 现在退也退不了 商业上不来了 我们只有开着挖机啊 又帮他拖一下 这下东家死心了 就干脆把拖垃圾摔到边上 就看着我们挖机来耕田 同时东家也安排了两个人工 开着首扶打田机 也在打田 争取在摘秧之前啊 把所有田全部打整出来 哦 兄弟们 挖的这个鱼塘和陈诗物比起来 哪个挖的好 哈喽老铃们 我是写娃娃 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一个挖鱼塘的湖 我们在附近干活的时候 东家说他这里有块小田 以前是个鱼塘 让我们过来啊 顺便把这个鱼塘也给他清理一下 从20年回到老家 自己经营挖机到现在 加上这个呀 我总共就挖了两个鱼塘 天天在网上看半个挖鱼塘 我就很怀疑 一年到头半个哪里来的这么多鱼塘挖 我们这里真的是少得可怜呢 这个小鱼塘目前能关到水位 大概也就四五十左右 边上的这个坎子 长时间被雨水冲刷 这个坎子都快垮了 今天东家的精神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坎子 给它重新拍一下 拍宽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鱼里 再清一些出去 让这个水位 大概能关个一米左右 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 达到这两个要求 至于其他细节或者是鱼塘挖出来 好不好看 不重要 毕竟这个鱼塘又不是很大 东家挖出来也就是养几条鱼丸 东家说这个堂子里面还有鱼 我们就在边上挖了一条沟 先把这个水放出去 堂子里面的水就让它慢慢晃 我们就先把外面的这个坎子 先给它拍起来 坎子还没有拍好 就发现这个堂子里面果然有鱼 还在这里游来游去的 边上这个大爷 本来打算进去抓的 但是这个鱼里太深了 他不敢进去 我们就过来 把这个钩再掏深一点 把水晃了 把这个鱼先抓出来 我们刚挖了一下 然后这个鱼就跑过来了 是个草鱼 大概三四斤 好像有个五六条吧 其他的全都是小鲫鱼 边上的这个坎子也需要拍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挖器开到后面去 先想办法把这个鱼里 清一些出去 这个后面大概有个四米左右的一个平台 就让我们把这个鱼里 想办法堆放到这里 我们就先把这些杂草这些 先给它清理掉 表面的杂草清理完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挖个坑 挖起来的泥巴就派在边上 给它做个坎子 这样里面我们就可以堆放淤泥 东家的这个鱼塘大概有个六七十个平方 之前的关水面在四五十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淤泥大概我们清个三分之一出去 然后再把剩下的淤泥给它擀平 这个深度就能达到一米左右了 这个鱼塘的周围也就是后面这块空地上面能堆放一些淤泥 东家的意思后面能堆多少算多少 实在堆不了就算了 反正它挖这个鱼塘也是搞得好玩 后面这一段的淤泥确实比前面的深了很多 大概有一米左右 这个淤泥挖不到了 像我们这种带推出产的挖机 下来很容易陷扯 当时下来的时候我是冒了很大的勇气的 好在上面的平台还能堆放一些淤泥 我们就把挖机开下来 把这个淤泥又往上面转 上面的平台堆放不了淤泥了 然后我们就把边上这个坎子周围的淤泥先给它清倒 之前我们挖到这个坑里面来 然后先把边上的这个坎子给它拍起来 边上的这个坎子 东家也让我们给它稍微拍宽一点 这样在灌完水之后 每一年这个水一冲洗就会冲洗掉一些 拍宽一点 这样也能多管个几年 坎子拍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面也给它拍一拍 拍了之后再用斗背给它抹平顺一点 鱼塘左边的这个坎子上有很多杂草 我们把这个杂草也给它清理掉 之前为了放水做鱼 在这个位置挖了一个缺口 东家丢去找了一个管子放到下面 我们就挖一些泥巴 把这个缺口先给它补起来 为了防止漏水 我们都是挖一斗泥巴 然后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 所有的活干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用斗背 把表面上的这个鱼泥给它擀平 这个深度啊 基本上就达到了一米左右了 最遗憾的就是里面的那个边坡 忘了拍一下 哎呀 现在鱼泥擀过去了 挖鸡又不敢去了 就不管它了 最后我们再把上来的这个缺口 再给它拍一拍 修一修 今天这个鱼塘也就算是挖完了 我们和之前对比一下 这个鱼塘的深度 比之前对起码深了一半左右 虽然整体不是怎么很好看 但是扬起条鱼还是没问题的 这个小鱼塘 总共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 这个小挖机清淤泥 真的是不适合呀 还是大挖机清淤泥 稍微快一些 我们再回来到的路上 遇到这个大爷 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挖一条沟 这个地方啊 前面有个水管 这个水管是前面那个路口 排过来的 这是这个地啊 要比这个沟稍微高一些 就把我们拦下来 让我们在这个边上 给它挖一条沟 好了老兄们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关注 感谢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